自由广场,一周来线上教学的问题还很多 谢梦涵 拜读一周来线上教学的问题与解方译文 对应比着目前深处国中教育现场的实况 有些许感想 这次教师由教室现场立即切换为线上教学模式 反应时间仅有几个小时 许多师生措手不及 撇开无法线上学习的学生 如特教生,不谈 仅就开设各科线上教学平台 就让许多教师,尤其是非礼族教师,伤透脑筋 而且,要在一天之内要求同学全数上线 并加入不同科别不同老师的课程 考验的不只是师生的能力 许多协助的家长,乡村型学校学生 并非人人有手机 也抱怨连连 这样的混乱来自于事先演练的不足 但师生们也在这一周内 慢慢掉视心态并进入状况 然而,由于无法预期停课的时辰有多长 轻师生在一周以来的操兵演练下 虽已渐渐上手 但相关问题也逐渐浮现 长期注视荧幕对眼睛的伤害 受课开始但学生仍不见踪影 网路不稳定等问题 再者,教师长期习惯实体教学 习惯观察学生反应以了解学生是否理解 也讲授内容 对于分心的同学也能在第一时间提醒 并透过纸本测验达到 同学立即要求上线 此为第一线教育工作者教无法适应的部分 当然,线上授课的方式与心态 师生亲三方面都必须调视与学习 教师必须花更多心力 构思线上课程的教学内容 思考如何多元评量以避免失去公平性 学生必须学习自治自律并自主学习 家长也需适时从旁协助并关心子女的学习状况 如此,线上教学的成效才能提升 此外,国、高中生所面对的人是不可避免的升学问题 更考验着线上教学的成效 疫情延烧至今 无法确认停课不停学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 但紧接着面临的将是明年1月高三同学的学策 同时也是第一届108克纲的实验品 教育部是否做好各项因应措施 面对各级疫情的开设 是否能提早三个月公布应变措施 并做好各级兵推 恐怕会成为许多师生们关注的话题 作者为国中教师,嘉义献明